总统蔡英文就职八年 不断对外宣称是最重视性别平权的政府 虽然在同治权益保障的部分值得给予肯定 但对于妇女在职场权益的保障 以及任用女性格员比例 好像仍有改善空间 究竟民众怎么看性别平权议题 以及理想中的妇女就业环境应该是什么样 请问你目前有打算生小孩吗 暂时没有 没有 那以前养小孩很贵啊 很多人不生小孩应该是有它的原因吧 选择做全职妇女的话 薪水就不是很足够啦 就是薪资上的差别 他们一离开职场的话 就得要重新再寻找下一份工作 有认识的人有重要 有欸 我其实有想过 因为我认识很多企业家 他就是职业不请女生 因为他知道你有可能会结婚生小孩 然后就突然说你没办法工作了 所以他宁可就是从一开始就请男生 就是隐藏的啦 隐藏在这个社会里面 只是大家都没有讲出来而已 就算有小孩我还是会想要工作 我如果去生了小孩 回来一定就没有我的位子了 就是心知上的差别 就是没有同工同收 有朋友有遇到过 体制还是不是那么完善 像是什么育婴假啊 然后产假啊 那些对女性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善 然后加上可能是因为压力的关系 会让女性可能不敢去请那个假 因为我有听说过一些 比如说他生孩子 他就被调性啊 或者是降职 甚至有点半理职的状态 很多女生他可能会为了家庭 他可能就要放弃自己人生的理想 往往女生要付出的方向我对我们很大 所以蛮辛苦的 当然如果站在女生的角度的话 一定会是希望会有 就是更多的政策来保障女性 动轮补助跟全新产假 动轮应该是不错啦 尤其因为像是现在有关于科技 或是生物化之类的东西 可能那个费用都蛮挺高的 那我觉得如果政府能提供部分补助的话 对于女性来说也是好的选择 其实台湾的产假 你知道有几天吗 我不知道 其实大概只有八周 也就是56天而已 那你觉得产假是够的吗 当然不够 那你觉得合理的产假应该要多长 我觉得三个月 我觉得可能要到四个月 生育前的一个月 跟生育后的三个月 三个月可能是分别要 然后调养自己的身体 然后一方面也要去照顾小孩子 跟小孩子培养感情等等的 请男生不用有产假的支出 请女生有 那以后我是老板 我就不要用女生啦 我觉得应该要政府支付 不然这件事情没办法解决 反而没有帮助到女生 反而让他们更少得到 那个工作的机会 说不定有朋友 就是有考虑过动轮这件事吗 有 坦白来讲 就是经济的力度相较比较好 这一定的 因为动轮的费用 毕竟比较高嘛 对 那你是赞同说 政府推动轮补助这件事吗 我认同啊 我们先不要说 可能真的结婚或怎么样 但是普遍晚生嘛 晚生的话 我觉得动轮的话 对女性或者是 她将来的另一半 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帮助啦 如果政府有动轮的补助 会不会在台湾 就是生育率会上升 我觉得蛮有可能会上升的 好像是需要 因为有钱的人他可以动轮 但如果经济条件不是这么好 又没有办法在适当的年龄 生小孩结婚的话 没有办法有那个经济去动轮 被迫选择不能生小孩这件事 有欸 我其实有想过 因为我觉得现在动轮 其实也蛮多人在做的 然后也算是一种 对女生的保障嘛 就是如果你未来想要 再生小孩的话 对 我自己是有想过 政治一定有风险 支持候选人有赚有赔 投票之前 请详阅公开说明书 大家好 我是赖培霞 很多人是第一次认识我 所以在这里 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 我不仅是大家认识的林月珍 也是副总统参选人 郭台铭的参选搭档 作为参选人 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议题 就是性别平权 我长期在职场上观察 发现台湾女性的劳工 常常会遇到薪资不平等 也因为长期要照顾子女跟长辈们 而被迫要离开劳动市场 在未婚之前 台湾女性的工作比例 跟男性不相上下 但是在过了三十岁之后 却快速下滑 结婚 生小孩 教小孩 照顾长辈的这些传统社会的责任 仍然紧紧地附加在女性的身上 所以在职场上 我们更需要透过制度的设计 来让无论是男性女性 都能够拥有更多元的人生选择权 这样才能真正地让台湾成为性别平权的理想国度 目前台湾的代薪产假只有八周 也就是说 当你生完小孩之后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能够让妈妈可以安心待在家里照顾孩子 以及调养自己的身体 这个制度 其实是远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准 尽管劳动部门他们总是说 台湾有留职停薪的津贴制度 可以来弥补产假上的不足 却忘记了 在职场上我们常见的怀孕歧视 以及女性因为担心影响工作的升迁 而不愿意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甚至于就会直接放弃生小孩的计划 所以我们主张要将百分之百 代薪产假延长为十四个礼拜 也就是三个半月 透过政府的补助来降低企业负担 达到产假薪资公共化的目标 以消除这些在社会上屡见不鲜的怀孕歧视 要让我们国家来减低生育的负担 让养育子女成为家庭企业 以及国家的共同责任 女性不需要面对孩子一出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就要被迫选择留职停薪 或是要将婴儿送去托育的机构 同时我们都知道 怀孕期间以及产后的忧郁症 一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很多的调查显示 有高达10%到20%以上的怀孕妇女 会出现产后忧郁 但是现在的政府只能提供电话的心理咨询 我们承诺 这样的工作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做 提供孕妇以及新手妈妈 心理咨询 伴侣咨询 每一个妈妈跟伴侣 每一胎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心理咨询的补助 用更积极的方式 给予年轻人在养儿育女上的支持跟陪伴 我认为政府要打造更友善的社会环境 要让女性能够兼顾生育跟工作 提供更全面以及制度上的支持 除了动软补助之外 更应该要建立现代女性自主权的法规制度 现阶段 女性完成动软 仍然受限于人工的生殖法 凡所规定 既然 少子女化是台湾的国安危机 就需要有完备的人工生殖法 放宽冷冻软子的相关规定 并积极凝聚社会共识 评估未来开放代理育母的可能性 要让每一个想要生儿育女的人 都有机会实现心中的愿望 另外 台湾少子女化的国安危机 政府必须要提出对策 投入更多的资源 改善女性不婚不生的困境 在女性犹豫挣扎是否要生育的最后一关 提供关键的支持 四年前 郭台铭先生率先提出 0到6岁国家养的证件 已经成为大家都认同的政策了 现在我们要更往前一步 提出 负1到6岁国家养 也就是说 从怀孕期间就给予奖励跟补助 首先 每位妈妈在怀孕三个月之后 就可以领到怀孕奖金 在怀孕期间 还有 营养补助金的计划 要让每一个怀孕的妈妈 享受到更完善 优质的饮食照顾 增加妈妈们产检的项目以及补助 要让每一个家庭 更安心地迎接新生命 夫妻到6岁国家养 目标是要让我们国家的幼苗 从子宫到幼儿园都能够被妥善地照顾 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敢结婚 愿意生轻松养 我们主张要仿照英国平等办公室的做法 要求有一定员工规模的企业雇主 每一年必须要公开性别工资的差距 以及奖金差距等数据 来完成性别工资差距报告 透过资讯的揭露 彻底消除同工不同酬的问题 同时 我们也会以身作则 未来 郭台铭政府的内阁女性比例 要超过三成 同时 每一项重要的政策 都要纳入性别平权的思维 让所有的女性 都能依照自己的意愿 追求理想 达成目标 成就自我 我是赖佩霞 我承诺郭台铭 赖佩霞执政 会是最尊重性别 最重视平权 最懂女人心的政府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